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策判棋是今天8月9号进行的围甲联赛 由黑方挡一飞,对战白方变相仪,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左上角,双方还是走了这个非常流行的一间低加定势 之后白棋高挂,黑棋压完之后搬,白棋长,黑棋一间低加 这里选择夹击的下法,也是想破坏白棋的大模样 一般来说定势的话白棋会靠33,实战白棋小尖,这种下法是比较少见的 那白棋的意图就是,如果说黑棋往33贴住,当然这手棋也非常大 那白棋就已经先手把黑棋分断了 接下来再往左边夹击,又可以违控,又可以攻击黑棋这颗子 并且黑棋是缺乏根据力的,白棋还不错 所以说黑棋肯定要反击,选择X,现在这里安定 那白棋的空也就围不成了 不过脚上这里可能会比较苦 白棋夹过来,看黑棋怎么补 黑棋,首先这个二路大飞可以先交换掉 如果说选择做活的话,那就往33贴住 不过正下会活得非常的委屈 那首先黑棋扩大眼位 这几手棋都比较俗,交换掉之后也就把白棋外面撞后了 并且以后不管白棋是往哪边走 反正二路都会有一些先手 黑棋上方这个X2的眼位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说正下黑棋是不太好的 那实战黑棋就出头 白棋贴住,黑棋坚定 这里白棋出头的话 如果说选择搬完之后再一虎 联络倒是非常完整 但是被黑棋先手承到这一下 那双方这里的眼位就发生转变了 黑棋非常容易做活 白棋反而这个棋型就选择比较重 所以说实战白棋直接往外靠出 黑棋就挖断 那接下来白棋打吃贴住 也把黑棋断开 接下来的几手棋都属于必然的变化 那黑棋拐打长气 然后再把白棋断开 当然这个地方白棋真贼有力的话 可以选择贴下去 那把黑棋吃通 不过吃这三颗子白棋是非常亏的 因为黑棋可以跳架 一路打黑棋反打先手 那这个时候黑棋外面已经全部连通了 而且走得非常厚 首先白棋这里吃掉三颗子 目数是非常有限的 上面这里的潜力被黑棋打穿了 然后右边黑棋再把这个棋型补好的话 就算右边白棋力二拆三 再补一手 这里的气被紧住 以后黑棋打入也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说这样转换 白棋完全不能考虑 实战白棋拐出反击 那黑棋就吃掉上面这两颗子 黑棋差不多就活了 之后主要就看右上角的这个定型 白棋挤一个 也是瞄着黑棋的气比较紧 黑棋要是断打的话 白棋可以跑出这颗子 因为黑棋气紧 所以说只有先穿下来 那白棋乖打 这个不但是脚上活起了 而且捞的木属还是非常多的 黑棋外面就算往这儿虎一个 扳二字头 那白棋反扳 那黑棋气紧还是不太好下 所以说实战黑棋就直接穿下来 白棋断打完之后沾 黑棋往前猴 之后白棋一路打 那黑棋补棋 白棋再断打 黑棋翻打 这个地方白棋就不要长了 长的话被黑棋贴住 那上方再补一手 白棋全死 所以说白棋是提在这 黑棋拐住 收气 脚上就形成对杀 那接下来双方互相受气 然后黑棋一路立 白棋打持 就形成一个截针 当然这个截对于双方来说 也都不着急 因为这个棋盘上 还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对于黑棋来说 因为白棋右边比较厚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走一个大飞手脚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还可以限制白棋的发展 黑棋要是在这里发展的话 白棋就往左边继续为控 这个碰也是定式的后续下法 碰完之后长 守一个脚 白棋也不错 实战 黑棋往左边挂脚的话 白棋就在右边挂脚 反正这两个地方 双方总能走到一边 之后在左下脚 也是非常流行的定式 然后白棋拆边 黑棋直接扳 黑棋下的还是非常主动的 那考虑到周围这个局势 这个地方白棋最好 还是下的比较大局一些 就是放弃下方的空 选择在外面 跳方补一手 这个本身就是棋形的要点 黑棋虎一个先手补断 然后穿向眼的话 白棋可以往左边拐住 黑棋长 首先已经把黑棋这里的空压缩了 然后白棋可以飞出 虽然说封不住黑棋 因为黑棋这里冲一个 白棋扳的话 黑棋可以反扳 断的话白棋下方还有断点 但是白棋可以这样 跳一个 然后在下方为空 这样白棋这里多出来的空 就可以弥补左下角 这里被黑棋打穿的这个损失 然后外面大龙的话 出头也是非常顺畅 又把黑棋右边的空压缩了 然后黑棋下方 还有一块孤棋需要处理 并且白棋往下再补一手的话 以后这个脚上黑棋也是要补棋的 不然的话白棋再往脚上弩飞 黑棋连同 右下角这两颗子都没有安定 所以说 这样定型白棋的节奏 要比实战好 实战白棋坚顶 断吃下方这颗黑子 但是黑棋往左边坚顶的话 这个时候黑棋就要违空了 白棋如果说沾 黑棋贴住 外面全部包扎住的话 黑棋可以形成潜力 白棋下方还得继续补棋 这样白棋肯定是不能忍的 所以说白棋拐出来 但是被黑棋冲断的话 白棋这里还得在后手补 等于说这三颗子就直接要被黑棋包围了 黑棋现在最佳的下法就是直接往这跳架 白棋冲黑棋长 反正周围的这个包围圈已经形成了 白棋就算往这断打以后旁边有这个冲断 不过白棋弃紧 这个地方想要腾罗做活的话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黑棋应该直接把白棋包围 实战黑棋下的就比较贪 先往上贴住 毕竟这里是个软头 黑棋贴住这一下的话 这里就变厚了 但是这手棋反而给了白棋机会 因为白棋可以拖先 先往左边打持 虎一个补断 那黑棋也得补断 白棋就可以顺势往前逃跑 至于上方这里 弃被黑棋紧住的话 以后黑棋搬二字头 那白棋再补一手就可以了 所以说还是左边掏空的这个价值更大 实战白棋还是跟着长了一个 那这手棋就比较缓了 黑棋再飞风 白棋还是比较被动 接下来白棋先往脚上飞掏空 黑棋就做根据地 白棋再往这掉一个 这手棋也是有些问题的 降了一些胜率 因为现在对于黑棋来说完全不用管 白棋落后手 黑棋往上拐头 然后白棋跨下去 黑棋先往右边虎一个 这也是一个好次序 这手虎跟白棋顶住交换 然后黑棋再挖 这样的话白棋如果说往右边这里打持 黑棋站 不管白棋往哪边补断 黑棋就断在另外一边 那白棋还是要被断吃 实战白棋往左边断打 长一个 这个就是打算弃子了 想把外面稍微走后一些 不过现在白棋这里走后的话 似乎对于全局没有太大的影响 反正白棋下方的控制比较损 接下来白棋活一个 把上面这几颗子联络 然后黑棋提 那双方现在就要拼这里的截针了 现在这里的价值还算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黑棋点刺 提截 白棋左边斑 其实像这种劫财都是比较损的 因为以后白棋在周围还是有非常多的腾脏手段 这里斑跟黑棋断交换 黑棋这里变成硬头了 那白棋再想作演就更加困难一些 之后白棋提 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在下方找杰材 再提 黑棋往脚上贴住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说选择转换的话 从这个木树的角度来说 白棋也不太便宜 并且上面这一大串 现在也不活了 继续往前跑的话 很有可能黑棋往外出头的同时 就把白棋右边的这个潜力全部压缩了 白棋也得不偿失 所以说实战白棋还是斑跟着硬 那黑棋再提截 之后白棋在左边这里打吃找杰材 左边这里的话可以说是白棋的杰材库 黑棋要是跟着硬的话 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杰材 所以说黑棋消捷 吃掉这个角 木树还是挺大的 之后白棋提 想要在右边做活 黑棋是先往右边吊一个 白棋左边沾 黑棋打吃补棋 然后白棋补一手 这样黑棋已经先手便宜了 然后继续往三路爬 缩小掩位 下一手棋直接往路点 从这手棋还是可以看出来 黑棋起了杀行 想要杀白棋大龙 确实现在白棋是相当危险的 周围都是黑棋的包围圈 接下来白棋跳 扩大眼位 黑棋先往脚上断 交换一手 然后点过来破眼 白棋肩顶 黑棋冲完之后 断打 打吃滚包 把白棋全部包进去 这样的话 白棋现在还是只有一只眼 之后白棋打吃 左边搬 黑棋挡住 体掉 黑棋 二路这颗子往两边都是可以联络的 白棋如果说站在这里 毫无意义 被黑棋爬回 黑棋脚上也就活干净了 实战白棋往这儿冲的话 以后往一路大飞 还可以破坏黑棋脚上的眼位 以后如果说把黑棋断开的话 黑棋这块棋还会有一定的危险 不过现在黑棋完全不用担心 之后白棋往前吼一个 黑棋要是旁边贴住的话 那白棋补一手活了 所以说黑棋破眼 白棋冲 黑棋扳 这个立法看上去 黑棋的断点多 气紧 但是白棋直接断的话 黑棋是不怕的 因为首先左下角这里 暂时也不用 黑棋可以先在中间 虎一个补棋 白棋往下打吃 黑棋还是可以出头 左边也可以做活 然后上面这里 白棋扳出的话 因为两边都有断点 所以说黑棋可以先往中间这里并一个 长气 白棋沾黑棋分段 再冲 黑棋就直接封锁 这样白棋还是跑不了 刚才我们说到左下角的话 白棋如果说像这种一路大飞 破眼 那黑棋跳出 出头的话 那黑棋就没有危险 实战白棋扳 黑棋还是捕雷手 那把这里先走的比较扎实一些 白棋沾黑棋沾 之后打吃联络 这个地方 黑棋因为右边这里的包围圈还没有形成 所以说直接沾的话 白棋沾 那这个地方 黑棋也没有特别大的把握就能杀掉白棋 接下来黑棋的这个思路非常不错 也是AI推荐的这个选点 就是往右边靠住 这手棋真的是非常的犀利 那白棋现在就非常麻烦了 右边又要违控 如果说让黑棋这里变后 形成包围圈的话 那黑棋随时可以往上沾 这样的话 那白棋大龙就要死掉了 所以说又要违控 又不能跟黑棋在这儿过于纠缠 我们来看一下AI的推荐 AI的推荐是白棋往这点 点次 这样的话 等于说就让黑棋联络了 放弃右边的控 然后还是尽可能的往中间这里走棋 这样的话至少 以后黑棋沾白棋沾 右边是有联络的 然后黑棋还是可以往前逃跑 不过就算这样下的话 白棋全盘的目数也不太够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无论怎么下 可能都比较困难了 实战白棋往这儿阵头 下的也是比较狠 接下来黑棋先往脚上扳 交换一手 靠出 白棋长 黑棋继续破影 左边白棋要补 不走的话被黑棋往前冲 这个断点白棋是不入气的 那白棋又被分开了 所以说白棋站 然后黑棋往三路夹 虎一个 白棋拐头 再往路虎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把白棋的控压缩了 之后黑棋也没有直接在这儿动手 而是继续回到左上角这里收空 黑棋下的还是非常的潇洒 之后白棋往右边靠住破坏眼位 黑棋连回 然后白棋挤一个 黑棋站 白棋断 那这个地方黑棋就不要考虑往上方这里打持 连回右边这块肯定不是黑棋的目的 这样的话白棋大龙就千二一举的连回了 黑棋右边这块是完全可以弃掉的 黑棋的目标一直是白棋左边大龙 所以说黑棋往中间贴住 想要把白棋分断 接下来白棋往下方这里点次 现在白棋面临的问题就在于 就算现在是白棋的先手 在中间补棋的话 白棋不是很好补 总不能往这里沾 这样联络的话 一串单关这个效率太低了 如果说白棋又想把黑棋右边这个尾巴吃住 又想保证白棋中间大龙的联络 是不太可能的 比方说白棋往右边拐住 把这两颗子连回 那黑棋马上沾 沾完之后就成 白棋往右边靠住寻求联络 那黑棋沾先手 白棋双 黑棋再往中间拐住不断 这样的话就很明显 那上面这里黑棋有这个冲断 可以把白棋大龙断开 白棋要是联络的话 那黑棋可以直接把这三颗子搬死 因为白棋吼的话 黑棋可以比你 那黑棋右边这个尾巴也就全部连回去了 所以说现在白棋补的话也不太好 那实战白棋是现在下方交换一手进气 想先让黑棋在下方补棋 然后白棋再考虑如何进行 但是这个时候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犀利 不给白棋这个考虑的机会 就直接沾 沾完之后就尝 从两边同时把白棋抱进去 然后白棋断 黑棋先把上方这里的缺口全部补好 这样的话白棋就已经没有任何出路了 接下来白棋往左边长 那黑棋沾 白棋如果说现在往一路大飞破眼 想杀黑棋左下角大龙的话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右边打持贴住都是先手 然后再往下冲 白棋沾的话黑棋断 黑棋活了 潮的话黑棋还是断 两边都得补 白棋如果说团在下方呢 黑棋断 这个断点白棋其实不够的 白棋要是往这儿沾补断呢 黑棋往下打持 连续打白棋左下角 这块棋就要被黑棋反杀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先破眼已经不成立了 实战白棋往下团住 那黑棋最终往右边断打完车 脚上做活 走到这里白棋认输 因为白棋大龙全部死掉的话 这个木树肯定是不够了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白棋在左边这里的定型是存在问题的 左下角这个定势的话 白棋最终选择吃掉下方这颗黑子 导致左边这几颗子被黑棋全部包围 那白棋在想做活就相当困难了 然后黑棋在右边这里的这个定型也是 非常的巧妙 直接跨下去 让白棋又不敢在这儿纠缠 又不敢在这儿围控 最终还是把白棋大龙断开了 虽然说白棋最后想要反杀黑棋左下角这一块 但是外面的包一圈非常薄 等白棋在外面补棋的时候 黑棋在左边直接做活 那白棋大龙就已经死掉了 好那这款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